自86版西游记开播以来,孙悟空一直是人们心中神一样的存在,之后也是有越来越多不同版本的孙悟空在荧幕上出现,但无论版本如何,孙悟空的形象总是那么高大。 那么作为孙悟空的创始人吴承恩先生,又是根据什么塑造这样一个形象的呢? 其实在明朝也有一位悟空,只不过不姓孙,而是姓朱,或许同为明朝的吴承恩先生很可能就是根据他来塑造的孙悟空这一形象。 他就是悟空禅师,本名朱五六。朱五六其实是朱元璋的亲叔叔,明朝之前本来朱元璋是跟随叔叔朱五六一起出家的,后来因为发生政变, 朱元璋选择了参加起义,并在混乱的年代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建立了明朝。 而朱元璋称帝时,朱五六并没有还俗,而是作为一名僧人云游四海,持摘念佛。 朱五六与唐僧一样去过天竺,并带回了很多经书,供国内佛学者诵读。 这件事被朱元璋知道后,朱元璋很是感慨,便赐给朱五六一法号,悟空。 自此,朱五六成为了悟空禅师,在一处僻静的地方继续修行,后来悟空禅师缘迹。 可是神奇的是,大禅师的尸身竟然不腐不烂,成为了罕见的肉身佛。 当地老百姓也感到很奇怪,而为了保护好这罕见的肉身佛,人们便将悟空禅师的尸体供奉在一座佛塔中,每天为其烧香祭拜。 可惜的是,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肉身佛被损坏了,永远地消失在了人们的事业中。 悟空禅师虽已远迹,可是悟空的形象与名字,却是通过吴承恩先生的笔巾,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